张继科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广泛传播 网友们对于他真的是失望透顶了 而他也把景田给坑死了 不仅如此 还把娱乐圈的其他人给拖下了水 张继科赌博这件事情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而且已经被实打实地证实了 不仅早前他在国家队的时候 外出赌博被拍了 甚至还登了报纸 甚至之后他跟朋友成群结伴的去赌场 也被爆料了出来 可以说在赌博这件事情上已经把他自己给坑死了 除此之外 更让网友们气愤的是 他竟然把景田给卖了 景田跟他之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也因此没有对他没有设防 所以张继科拿到了景田的一些隐私照片和视频 但是 无耻的他竟然把景田给卖了 他把景田的一些隐私照片和视频卖给了他的债主 也因此 导致网上面出现了一些景田的私密照片 这一点对于景田的事业打击是非常大的 要知道景田在凭借斯腾火了之后 他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好的 但是现在出了这桩陶色新闻 他可以说是非常的百口莫辩 网友们对于他的看法也会改变 所以对于景田的事业发展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打击极大 也因此 有很多网友对此表示 女孩子在结婚之前最好还是不要和异性朋友同居 更不要把自己的私密照片或者视频给自己的异性朋友 要知道两个人关系好的时候这是甜蜜 但是一旦两个人分手了或者关系不好了 那这简直就是实打实坑自己的东西 所以女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千万不要跟男朋友拍一些隐私照片 否则真的很容易坑死自己 除了景田被张继科坑惨了之外 娱乐圈的很多其他明星也被坑惨了 因为张继科把娱乐圈的遮羞布给扯了下来 所以很多网友也开始深挖解了娱乐圈里面赌博的明星 这一下可以说是捅了明星的窝了 网友们发现明星们真的很多人会参与赌博 歌手方面就比如说汪峰等人 还有文章 甚至是宋丹丹等人 他们都去过赌场 不过他们这些人是否在赌场中赌额巨大 或者说声付赌债 这是大家不知道的 但是一旦有明星去过赌场 然后被拍下来了照片 那都会被牵扯到张继科的事情里面 可以说是被张继科给坑了一把 不过对此也有网友表示 如果他自己自身中不去参与赌博的事情 不去赌场 那肯定也就不会被拍 然后也就不会牵扯到这一件事情里面 娱乐圈里面的明星是公众人物 他们更应该做起到一个好的榜样作用 而不是去参与黄赌博 更不应该利用自己明星的身份 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同时他们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高收入 从而放纵自己 然后走入歧途 这一点是非常不应该的 这是最让网友们所心痛的 张继科这一次事件之后 相信他很快就会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视线 就算他是奥运冠军 也抵挡不了他所做这些事情 近期 中国乒乓球名将张继科 赌博谢隐私事件持续升级 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甚至事情没有反转的可能性 张继科表示不愿意在风口浪尖 除了刚开始的否认以外 没有任何回应 这一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但传言他已经退役 评协中心也表示没有接到举报 事件走向扑朔迷离 他仿肯定是他了 众多品牌已删除物料中止合作 但事件尚无官方定论 面对这样的情况 社会各界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张继科作为中国乒乓球的代表 拥有着无数的荣誉和赞誉 严言他却因为债权纠纷一度成为了广泛关注的焦点 事件起因与张继科向债权人S先生借款 并写了欠条 约定到期时还清本金和利息 但是到了时间 张继科并没有能够按照协议还清债务 此后双方多次协商 张继科表示没有钱还 泄露了景田私密照抵债 激起了债权人S先生的强烈不满 记者李维敖了解到此事后 最终将张继科公开曝光 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来看 张继科曾多次表达还款的意愿 但行动并不充分 最终未能按时履行承诺 这引起了社会上对他的信用和品质的担忧和质疑 也让人们反思了职业运动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李维敖在其微博发文中提出张继科的债主是S先生 网友扒出S先生的身份是蝶马仔 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陌生 那么到底什么是蝶马仔呢 小编百度了下得到了一下答案 蝶马仔是指从事博彩中介工作人员 就是指他们寻找爱赌博的人 借钱给他们去赌 放债 然后自己从中获取佣金 这种制作在澳门的一些公司成立时已经存在 但并不普遍 看样子是因为张继科没有还钱 导致S先生无法拿到佣金 所以催债 拿着景田的私密视频向他要钱 被景田报警抓进去了 S先生曾被认为是一个娱乐场所投注的高手 但近年来 他开始从事蝶马仔的工作 成为了黑色产业链的一员 这样的身份让人们更加质疑他的道德品质 也让人们对整个事件的真相和背景产生了更多的猜测 03事情走向会如何 这件事件目前还在继续发展中 尚未看清走向和结果 但无论结果如何 这件事件都已经给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 这个事件让公众更加关注职业运动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 促使相关部门和各方面加强对其的监管和规范 其次 该事件还揭露了乒乓球圈内的黑幕和猫腻 引起了对整个圈子的警醒和反思 同时 事件也引发了对投资和信用的关注和讨论 让人们更加注重本金安全和风险投资的规范与合法 整个事件引起了公众关注和较大争议 让人们对职业体育 财务安全以及规范道德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思考和探讨 对于这件事 我们应该保持冷静 客观分析其过错和原因 并从中汲取教训 同时 有关方面也应该加强监管和规范 保护公众利益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